记者王定传新北报道,去年11月晚间,缅甸华侨李国辉在新北市中和区出租公寓纵火,酿成酒丝惨剧,新北地院金开庭审理,李国辉认罪并说,怎么判我都接受。 公社辩护人主张李国辉有交化可能性,被害家属则斥责李国辉所为,带走九条无辜人命,判多少个死刑都不够。 全案辩论终结,定于下院宣判,法院金进行审理程序,勘验李国辉买汽油到犯案时的画面,及交互结问和言辞辩论等程序。 从画面发现,李国辉犯案前出现对住空气比手画脚怪已举止,他点燃杂物后,没警告住户及自行离开,杂物堆的小火,没多久就变成大火,屋内浓烟密布。 画面中,有女住户来不及穿鞋,慌张地赤脚逃离李国辉面对询问时,坚称是为了阻止怪声音才纵火,但他也坦诚,之前曾纵火被摆,警方有告诫他放火的危险性,写他案发后换衣服是为了夺警察,他还说,知道纵火不对,怎么判我都接受。 检方认为,李国辉犯案有经过思考规划,非临时起,纵火后马上离开,没警告住户,甚至换衣掩尸身份,可见他对纵火行为有所认知。 写台大医院鉴定也盼他知道纵火会造成财务及人命侵害,理解纵火是错误的行为,加上李国辉所谓使家属承受巨大伤痛,没有对家属道歉或赔偿。 建认从重量刑公社辩护人主张,李国辉身处社会底层,对于自身状况不知如何求助专业医师,他与被害者无仇恨,纵火是为了消灭声音,非针对任何人,且其反行又与西石安非他命有关,把他当成一般人看待并不公平,加上李献已听不到声音,不忍看被害者相验照,可见有交化可能性。 非罪大恶极者,无处死必要,三位出庭的被害者家属都表示应判李国辉死刑,检方则认为,李国辉精神状况与自己稀释他命有关,没人强迫他,没有减刑原因,何以听预知权案辩论终结,定于下个月宣判。